根據烏克蘭真理報的報導 我要先強調一下 這是烏克蘭的報導 烏克蘭的媒體報導 他們指控說 俄羅斯的軍隊使用 人類最邪惡的武器 空投到烏克蘭 是什麼武器呢 就是這個外型 長得像蝴蝶的 俗稱叫做蝴蝶雷 它是一種反步兵殺傷地雷 就是名稱叫做PFM1 由於它這個看起來 很像玩具 所以烏克蘭媒體說 如果小朋友踩到的話 瞬間會炸斷手腳 因此烏克蘭媒體還不斷的強調 希望他們的民眾能夠注意 而且烏克蘭方面是指控 俄羅斯是空投了大量的這種 長得像蝴蝶炮的這種地雷 到他們的土地上 所以現在他們也不斷的強調 提醒烏克蘭民眾要多加小心了 因為小朋友如果真的拿起來 以為它是玩具的話 很有可能瞬間會被炸傷 甚至是炸死的 另外關於烏克蘭 俄羅斯下一步到底會如何做 現在英國的國安分析師他認為了 他說現在烏克蘭 俄羅斯的軍隊已經改變了策略了 他們現在俄軍要把入侵的行動 轉變成一場城市的戰爭 而且根據英國的國安分析師 他認為 未來俄羅斯的軍隊將會以更緩慢的速度 狹帶更猛烈的炮火進入烏克蘭各大城市 因為他們說原本俄羅斯是希望預計 72個小時之內能夠完整的控制 烏克蘭的整個局面 但目前看起來沒有辦法全面控制 所以他們推斷俄軍已經改變了作戰計畫 因此決定回歸原本俄羅斯 他們最熟悉的方式 採取這種緩慢速度 採用重型火炮進攻每一個城市